为什么印度总是基于西藏 答案是 一旦西藏失守 中国人连喝水都要受制于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观看中华振兴的科普视频 若您感觉节目内容颇具吸引力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点击订阅 以便您能够持续追踪 我们每期节目所带来的新鲜与启迪 不错过任何一份精彩 众所周知 中印关系一直紧张 核心症结就是西藏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印度一直对它有野心 那么印度为什么这么急于得到西藏呢 关键是西藏不在我们手里 印度就能控制我们的水源 事实上 印度之所以会对中国西藏虎视眈眈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水资源的问题 中国的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污集 也是亚洲著名的水塔 因为青藏高原的水资源非常丰富 大大小小的河流很多 目前亚洲很多河流都发源于西藏 比如中国的长江 黄河 印度的恒河 也就是说 如果要直接切断恒河上游 恒河就没有水了 而在印度 它还跨过了另一条大河 那就是雅鲁藏布江 雅鲁藏布江穿越喜马拉雅山 穿过印度 进入孟加拉国 可以说 印度很多地方帮 都是依靠雅鲁藏布江的流水 来发展农业和经济的 没有雅鲁藏布江 印度北部的农业生产 会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准备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水利工程 就是非常著名的墨托大坝工程 如果墨托大坝建成 对中国大有弊意 根据墨托大坝项目的预期设计效果 大坝一旦建成 将有效拦截雅鲁藏布江水源 通过蓄水灌溉 帮助塔里木盆地和整个中国西北地区 加强农业发展 与此同时 将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的 墨托水电站 也有超过6000万千瓦的水电装机容量 一旦建设完成 它可以产生大量的电力 这个水电站 每年可以帮助中国节省8000万吨标准煤 或者帮助我们节省差不多4000万吨石油 这将对2060年前 中国建立碳中和体系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 印度方面对中国的墨托大坝项目非常不满 因为他们真的害怕 我们的工程会切断雅鲁藏布江的水流 同时 中国在西藏也有不少水利工程 就是利用这些水利工程 把西藏丰富的水资源 输送到缺水的西北和同样缺水的华北中原 仅仅依靠南水北调工程 并不能解决水汉的所有问题 如果能加强西藏水资源的利用 对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 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以墨托大坝工程迟早要建 也很有可能在西藏建设更多类似的水利工程 当然 中国在承担这些水利工程时 不需要考虑印度的意见 西藏毕竟是中国的领土 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与印度无关 印方也看中了这一点 会继续在西藏问题上挑事 他们还想通过西藏扼住我国的生命线 如果退一万步讲 印度真的控制了整个西藏 那么它也可以在西藏修建各种水利工程 从而切断中国的长江 黄河等许多发源于西藏的大江大河 到那时 我们的水资源将极度匮乏 喝水都要看印度的脸色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一定要把西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这不仅是因为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也是为了保证中国所有的人都能有水喝 至于印度的饮用水 中国一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不会用这种手段来恐吓印度 但如果有必要 我们也会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西藏问题上 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 西藏是中国无可争辩的领土 如果印度真的要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冲突 试图从中国手中抢夺西藏 那中印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当然 水问题并不是印度在西藏问题上 盯上我们的唯一原因 事实上 印度想要中国的西藏 是因为地理、政治、战略等诸多因素 接下来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印度要占领西藏的其他原因 要知道中国的西藏是高原地区 是高纬度地区 而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 却不一定如此 如果你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你必须从历史开始 历史上 青藏高原诞生于5000多万年前 当时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不是一个板块 印度板块在海洋中向北漂移 最后与欧亚板块剧烈碰撞 这两个板块碰撞的核心位置是青藏高原 导致青藏高原的地形在碰撞后不断被抬升 到现在 因为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还在碰撞 青藏高原每年会上升5到6毫米左右 这使得从青藏高原可以看到整个南亚平原的全景 南亚大陆和青藏高原海拔差异太大 让印度没有安全感 因为控制了西藏 中国在面对印度时有很强的战略优势 假设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印度进攻我国 他们的士兵需要爬山 穿越整个高原山脉的缺氧区 才能进入我们的领地 然而 中国驻守边境的边防军只需一次冲锋 就能冲进印度 越往下 地形越平坦 同时 即使在高原部署火箭 也能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因为新德里本身就位于印度的中北部 离边境地区不远 所以印度一直想夺取中国西藏 其实也有国家安全的考虑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会接受印度的无理要求 他们确实感到不安全 但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 中国从未侵略过印度 西藏也是中国的领土 自两国独立以来 中国一直积极改善与印度的合作关系 中国非常支持印度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 所以五六十年代 中印关系也很好 然后我们的边防军再也没碰过印度 相反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一些印度政客出于维护自身统治 和提高政治威望的目的 一直盯上我国边境地区 甚至派兵侵占我国领土 最后爆发了边境冲突 就算印度没有安全感 也不能靠侵略别国 来为自己谋求战略安全 这是没有道理的 违反了国际法 印度对中国西藏地区 虎视眈眈的最后一个原因 大概是受英国的影响 印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 虽然印度被英国殖民 但大多数印度人并不讨厌英国 甚至感谢英国殖民者 而且客观来说 英国人的到来确实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 是英国人迫使印度团结在一起 在印度历史上 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统治过整个印度 所以在英国把整个印度控制在自己手里之前 印度没有统一的地方政权 也没有和中国一样的车 一样的书 不同地方的印度人说不同的语言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 在英国殖民者撤退的时候 也从英国那里继承了殖民帝国的理念 我认为他们应该通过军事扩张来确立大国地位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印度几乎对所有的邻国都发动过战争或者挑毛病 巴基斯坦 尼泊尔 布丹 孟加拉 斯里兰卡没有被印度欺负过 那么印度盯上了中国的西藏地区也就可以理解了 说白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膨胀心理 只要他看到别的国家有领土就想上去抢 所以印度的国际声誉不好 但印度要抢中国西藏真的是一厢情愿 中国和印度的国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今天 中国已经完成了全面工业化 但印度还没有 印度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在边界问题上挑事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与印度从来没有关系 只能说双方有过一些文化交流 因此 印度对中国西藏提出的任何领土要求 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如果印度真的要翻脸 我也相信中国会用一切必要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